白交部正会同驻乌克兰使馆 与各方保持沟通 密切跟踪形势发展 研究制定协助在屋中国公民 自愿安全撤离的一切可行方案 目前屋境内的空路路路交通安全形势 均极不稳定 我们郑重提醒在屋的中国公民 务必密切关注所在地的形势 保持冷静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做好安全防范 以免发生意外 外交部和驻乌克兰使馆 将持续跟踪评估安全风险 协调各有关方面 争取一切可用资源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协助我载务人员转移及撤离